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選舉 如何激勵青年人積極進取 去年我們跳了十會了 就因為香港還是能有 很多不同的幾歲的青年 希望他們找一些人才出來 希望他們可能對香港 自己就貢獻我們香港協會 和平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基石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如何推動和平 那年我們主要是推動和平很快 所以我們哪時候每一頁 都推動每一個會的會員 都怎麼去推動和平 跟先生我們知道 這個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是為了香港所有的青年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您給我們舉個例子 他們都做了哪些 幫助青年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作為青年商會 我們一年差不多做三百多四百個工作計劃 所以很多包括就是 兒童老年家環保教育來做很多 比較有名的特殊的一點就是我們 比較到外面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我們做那個十大傑出青年 十大傑出青年 對 每一年我們都會挑選 是會對香港社會有貢獻的 通過什麼樣的機制來挑選呢 其實我們就是通過很多不同的 朋友團體就是介紹生命 可能是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人才 比如說他對自己的專權比較熟悉的 還有對他自己本身 一些我們可能在 有些醫生呢 他本身是發明很多不同的 一些東西出來 那可能要沒有人 他有人知道 我們想通過這個這個鼓勵 鼓勵他 希望可以除了對自己專業之外 希望可以終於貢獻我們香港社會 那每年這樣的十大傑出青年的 這個影響力怎麼樣 十大傑出青年 我們有一些年份不一定有十會的 有時候可能是五位 六位 七位 八位而已 去年比較好一點 去年我們跳了十會了 就因為香港還是能有 那個很多不同的幾歲的青年 我們挑的主要看四個範圈 一個是捐益人才 第一個就是他本身 他在工鄉這個幾塊 是不是對香港有貢獻 在工鄉業 對對對 第三個就是文化跟體育那塊 那個教育那塊會有貢獻 另外第四個就是在社會工作的方面會做很多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四個範圈 希望他們我們找一些人才出來 希望他們可能對香港 自己去貢獻我們香港協會 同時這也是香港這個協會 對於整個香港社會的一個貢獻 我們也看到這裡有很多的這個獎盃 獎狀一些這個禮物 就算是給香港社會的 你給我們介紹一下有沒有一些讓你印象深刻的 比較難得的一些獎狀 對 其實我們的相會已經差不多六十五年了 六十五年當中是我們很開心就是去了不同的地區 因為我們每一年都會有機會去一些世界大會 世界大會就是從不同國家來辦 那去年我 這個商會也是國際性的 對 國際性 很多國家都有 很多國家 很多國家去參與的 有一個比較對我印象比較深就是 2005年 我們就是拿到一個 MOST OUTSTANDING這個總會的 這個比較特殊的這個總會 就是一個木製的這個獎狀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你們還記得是我們03年04年的時候是SARS的時候 香港這個整個環境比較 比較波緣一點困難一點 那當時候我們作為總會會講應該是很困擾 就是可能回應還有什麼都是比較不想 就是可能要照顧自己比較多一點 可是那時候我們的總會會講 帶領我們團體就是把所有的工作計劃做好 特別是在最困擾SARS的時候 很多基本上很多活動都要取消 我們怎麼把一些回應還是動員起來 還是要快一點時間 所以那時候我們哪一年那個結束青年 也是挑了很多優秀的一些演出來 所以哪一年我們跟全球來比來說 我們香港還是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在這個越困難的時候 可能就是這個總會發揮它的職能 是越有力量的時候 所以當那年的時候 您做了一些什麼樣的工作 其實最為什麼特別對我感謝最深 就是我剛剛加入這個青年社會 剛剛加入這個青年社會 對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印象挺深的 就是有時候覺得香港一個那麼小的地方 其實在全球來說 其實發揮那個作用也挺大的 就是不是只好是你作為一個中國香港人而已 只是你所有全球都對你這個印象會很深 所以我覺得作為香港一個小一點點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 哪時候他可以把這個光人發光一點 所以我對我一個小回應來說 感受挺深的 所以對於你第一次加入到這個青年社會 就拿到這樣一大的一個獎 也對你在日後在青年社會裡面 做的一些工作有一個機率的作用 肯定是 因為當你開業的時候 參加這個會 你會覺得勇於很高 你自己在這個商會覺得很自豪 所以我覺得參加這個商會 對我自己本身也會加強一點 這是05年 還有沒有其他讓你覺得印象深刻 其實我們很多不同的獎項做得不錯 這個最好另外一個就是和南年 它主要是推廣這個和平 和平 世界和平 對 世界和平 那我們哪一年就是從那個 做那個出版商 因為我們自己有不同的書出來 那我們也在世界大會那邊 也拿到這個比較榮譽出來 也是不錯 因為我們推動這個和平 也發很多不同的時間 所以我們哪時候呢 每一頁都推動 每一個會的會員 都怎麼去推動和平 就是我們這邊寫出來 所以哪時候那個大概主要 應該是我們全球是比較有命一點 所以你說這個國際青年商會 香港總會在那一年的時候 對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因此獲得了這樣的獎項 對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計畫 有一些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有些人家問 國際青年商會是不是 就是一個主要是談商業的地方 說不一定 因為它是對本身個人 這個培訊也是很好 所以我們中間也是叫 Individual Program 就是你本身帶人的 communication 你的溝通 你本身做那個 presentation 你的講報 就是做怎麼樣 對 怎麼做好一點 所以我們會培養不同的人才在這裡 所以你們整個的總會 除了這個商業之外 我們還看到有關世界和平的 也牽著一點點的這個世界政治經濟等等 還有牽著哪些方面是 讓你覺得引以為好的 我覺得國際青年商會 不是除了香港而已 除了全球來說 其實我們都 製作很多不同的領袖出來 我們過去65年都有不同的領袖 每一個領袖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的方向 比如說有一些是對他自己的領域 比較貢獻多一點 比如說在青年方面 有一些是在教育哪一塊 有一些是本身他就是很喜歡 就是跟老玩家去做很多不同的一些計畫 就是每一任的會長 每一年都會有自己的做法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就是在政治哪一塊 政府哪一塊也是 做完我們的總會會長之後 他們也投身到政府裡面做 所以對我們青年也有一個很好的榜樣 因為你們在做很多這個工作的時候 對香港社會很多進行了一些了解 一些調查 所以你們可能加入政府之後 可能更有這個公信力 對 因為本來是我跟他家的時候 就是沒有接觸政府哪一塊 現在就是都挺多機會 跟政府那邊就是見面去交流 都清楚他們的工作計畫怎麼做 政府也可以通過你們去了解更多年輕 對 對 對 這個是主要重點 另外就是我們差不多每一年都拜訪立法局 還有教育局那邊 所以了解他們怎麼去做 做他們政府要做的工作 有時候挺難的 所以我當了解他們的工作之後 發現我們相會的工作還是蠻多 可是跟政府比還是差太遠 那麼既然是一間高興階層的 部分香港青年人 对内地认识不够存在偏见 国际青年商会 香港总会如何化解矛盾 我认为我们首先 自己做好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活动 要宣传力度加大 我们要接触一些 可能是在不同的政治意见上 比较激烈的朋友 我们都一样的 要跟他们多一点的去沟通 给他们好好的跟他们了解 参与交流 针对质疑 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 秉持服务青年人 我们其实叫商会 可是可能跟其他商会 有不一样 他们都是可能以行业为主 可是我们是有年轻人为主 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 给他们去做不同的工作计划 然后建立它的 可能有一个网络 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工作计划 去给它一个培训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分别 虽然香港与内地交流日益频繁 但仍有部分香港青年人 对内地认识不够 存在偏见 近日香港青年协会 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感 在下降 同时表示 关注中国发展和中国历史的人数 也在下跌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公布的 另一项调查结果则显示 受访的香港青年近65% 不愿到内地就业 原因是对内地法治环境信心不足 其次是不习惯内地的生活 对此有香港学者就认为 香港部分传媒报道偏颇 经常报道中国内地的负面新闻 鲜少客观报道国情及社会发展 没能令香港青年留下深刻好的印象 因此建议香港传媒 应更全面地报道内地 同时资助更多考察活动 让更多香港青年人 亲身接触内地 和先生我们知道 你在这个国际青年商会 香港总会已经工作十多年了 那对于你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现在香港的社会 青年人的问题是 所有包括内地在内 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青年人的一些问题 可能演变的 成了一个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样一个商会 您在这里工作那么多年 究竟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JCI我们叫国际青年商会 给年轻人 主要这是服务年轻人的 有好几方面 但是我主要回答您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跟国外 尤其是内地交流的机会 我在这里参与了十多年 但是不单只是帮助了我自己 也帮助了我的很多年轻朋友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机会 去接触这个不同内地 不同的省市 因为之前他们很多人 是从来没有去过内地的 但是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说跟内地的企业去交流 不同的大学生的交流的活动 今年我们也有几个大型的 主要是这些不同的活动 比如说有一些是很短时间的几天 有一些是一个月 他们就会慢慢地 从我们的香港一个会 去接触内地 最重要的是认识不同的朋友 看他们解释中国内地海外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说很大帮助 所以在外界看来 在外界看来大家认为香港的青年人 可能不太愿意到内地去试试看 可能这种印象是不是一个不太正确的印象 因为您觉得可能在您接触的这些青年里面 他们还是很乐意去内地看一看的 我觉得非常乐意 但是以前的机会不太多 现在多了 但是我们也希望年轻人是 他们应该是自己去赶 去试试看 走走看看 这个是他们自己也需要有一个意愿 所以这个报名的踊跃不踊跃 香港的这些青年 有没有这样的意愿 非常非常热闹 这个情况我们也猜不到 好像我们今年跟这个VTC 合作 他们有20个团可以给他们选择 所以比以前呢 现在是年轻人吸引很多 海外都有 马来西亚什么都有 反而现在的情况是 比如说我是去南京的 我还要跟他们增学生 就是吸引不同的学生 我们很怕 我们不怎么说 行团 因为别的团都很吸引 所以这个年轻人也是选择的空间很多 在我们没有这个可能平台的时候 年轻人可能不是不想去而是不了解 现在有这个平台可能他们就更愿意去 但您觉得接受这么多香港年轻人 他们存在哪些问题 您觉得作为商会来说的话 在哪些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认为就是主要是他们不但只是对逆地这个认知不深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很片面的 从纯粹是一些朋友之间去了解 他们没有坐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发生的历史 原因 他们都没有 没有去好好的想想 所以主要是我觉得他们要 读多一点 他们认为支持的东西 去了解 找多一点去看看 去交流 我觉得已经会有很大的不同的变化 如果香港青年精英们北望神州 他们会发现近在咫尺的深圳前海 或许是他们祝梦最好的舞台 前海不仅与香港山水相连 而且很快将建立起与香港的无缝对接 前海的经营环境和管理模式 也将全面与香港接轨 不仅为港子企业开辟专门基地 也为香港有为青年创造条件 让前海成为香港青年的梦工厂 其实我现在在前海的教育方面的业务 也是因为这国际青年商会给我一个机会 很多年前 就是因为接触深圳政府 跟前海政府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前海是一个非常 我们叫特区中的特区 它主要的方向就是要照顾香港人 尤其是年轻人 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在媒体里见到 第一个东西就是说青年梦工厂 去给你去创业 很多地方支持你 实现梦想 对了对了 还要给你住的地方 津贴创业基金 而且距离香港 根本是隔壁一点都不远 但是未来它还要推出很多东西 比如说在教育方面 它我们在设计一个环境 是这个我们叫no gap 无逢的这个教育环境 你过得哪里读书 跟在香港没有分别 或者是哪里的名校更容易进去 所以就在前海方面 尤其是教育环境 我比较熟悉的 我们有一系列的东西 会主要是照顾香港的年轻人 尤其是学生 所以在您看来 香港的年轻人的发展机会 还是很大的 包括这些年轻人的发展潜力 他们自己也把握 他们自己也是很有潜力的 所以您觉得 在现在外界来看 这个香港的年轻人 可能会出现了一些 什么样的状况 才引发了一些 社会上的一些矛盾和一些冲突 所以在您看来 这些矛盾和冲突 实际上都是可以化解的 绝对可以 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在会里面 我也在不同的会工作 但是主要是青年商会 我们我认为 我们首先自己做好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活动 要这个宣传力度加大 我们要接触一些 可能是在这个 不同的政治意见上 比较激烈的朋友 我们都一样的 要跟他们多一点的去沟通 给他们这个好好的 给他们了解 参与交流 我们觉得 这个可能是时间 不可以太急的 但是我们有这个内心 我们这个任务 就是做这个工作 我们可以把它做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这个国际青年商会 香港商会 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 对 对 世界和平吧 那您觉得 对整个香港来说 青年 我们都知道 青年也就是香港 整个的未来 所以看到了青年 有这样朝气蓬勃的一面 所以大家也会认为 香港的未来也会很好 对 对 对 绝对是 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 成立于1950年 是一个国际性 汇聚及培育青年领袖的组织 隶属于国际青年商会 本会宗旨是为青年人 提供平台发掘领导才能 培育社会责任感 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 现实会员人数约2000多人 活跃年龄 由18至40岁夫等 会员透过筹办多类型 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从实践中学习 继而提升管理能力及经验 训练自己成为青年领袖 不过也有外界质疑 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 是利用这个平台获取利益 对此总干事陈雪梅就强调 与其他主要以行业为主的 商会不同的是 这是以青年人为主体 为他们提供平台 通过不同的工作计划 训练青年人成为领导者 继而为社会组 我们知道陈小姐 你作为整个香港青年商会的 总干事对于整个会的制度 包括一些人员都是很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会总共有2000个会员 这些会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加入会 其实我们的会员都是来自高行高业 一般是我们很多会员会介绍他的朋友 同学过来 也有部分会员是看见我们的网页 你知道网络世界 看见我们那个网页 知道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他们会接着打电话来 我只记那个申请表过来都有 所以这些会员他们的职位 包括是不是全部都是从商的一些老板 还是说不限的律师医生 打工在都有呢 其实是各行各业 就是不光是老板 其实我们是商会 可是我们不光是商人 就是我们会员都是年轻人 是18到40岁为主 然后他们是有 刚才说做医生啊 就律师也有 什么样的职位都有 对 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香港 不只是香港 在那里也是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商会 各种各样的协会 大家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些商会 到底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有很多人都觉得 这些商会是不是在为自己的 一些个人的利益啊 等等去在用这个平台 去拉拢一些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商会 这个香港商会 有没有什么与他们这些 外界看来很不一样 很真实的一些东西 我们其实叫商会 可是可能跟其他商会 有不一样 他们都是可能以行业为主了 可是我们是有年轻人为主 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 给他们去做不同的工作计划 然后建立他的 可能有一个网络 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工作计划 去给他一个培训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分别 还有我们可以把它带到世界 因为国际纪念商会是一个世界性主题 不光是香港 我们在全世界 这100多个国家都有我们的会员 我们也经常有很多国际性的会议啊 他们可以出去交流啊 无论在文化下面呢 而且在其他经济上面 可能也是其中一个环节 所以有很多会员是很愿意加入到进来 因为你们会有一些活动 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和培训 这其中我知道 因为这个香港商会 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那你们平时的整个的运营的状态 包括你们的收入 一些做活动的来源 包括你们的活动 都是由谁来策划 对 我们是非盟利组织嘛 可是我们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制作 我们主要的经费是 我们每年会员的联费 然后还有我们每个活动 其实我们都有筹款 都有找这个赞助机构 对 就是由你们来找 还是由会员来找 主要是会员来找 因为每一个工作计划都不一样 然后他们又找比较合适的赞助机构 是他们自己来做 我们当然也做一部分 那整个这个国际青年商会 香港总会来说 在全世界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全世界我们现在大概有 20万会员 在亚洲 东南亚 日本 韩国 台湾 他们会员也很比较多 香港也不小 因为香港本身这是比较小的地区 然后我们有大概2000个会员 其实我们的能力也比较长 因为香港很小嘛 我们都很接近 我们开会啊 做工作计划了 就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商会 对于整个的世界上的慈善 包括一个联合国的签连计划等等 都做出了贡献 因此这个商会的背景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资历 都是非常雄厚的 因此您觉得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哪些期待 我们 今年我们香港是65年了 可是我们在世界这个 国际青年商会是 刚好是100周年 100周年 对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会员 能够做更多的 更具体的投入这个社会 在地区方面 可能我们也会投入多一点 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对于培养培训这些青年来说 我们现在就是觉得 如果比如说在香港这个环境 我们其实机会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可能也比较富裕了 有很多机会给年轻人 也跟我们差不多的会 可能也比以前多 所以我们本身的经济也比较大 所以你们的会员的数量 还在不断地扩大吗 我们一定要 因为我们会员到40岁 所以他超过40岁 我们是基生会员的嘛 然后超过40岁的 自身会员呢 我们就希望他把他的经验 全给我们新的年轻人 对 新的会员 在1946年 美国国际青年商会的大会上 时任美国总会的副会长说 真理可以使人类的生命 具有意义和目的 而服务人群 则是人生中最崇高的工作 我们也期待着 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 可以和更多的青年领袖 一起实现梦想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天下商会 我们再会